好的咖啡伴侣呢,能够弥补咖啡的缺点,提升咖啡的口味和价值,对健康带来莫大的好处 那不好的咖啡伴侣呢,实际上是放大了咖啡的缺点,给身体带来的是损伤 那积少成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的人喝咖啡的时候呢,加油,什么黄油,奶油,棕榈油,那好不好呢 有的人本身有病,比如说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肾病等等 那么他们要特别注意咖啡伴侣的选择 选择不当呢,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影响药物的效果 选对了呢,又有康复的效果 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最糟糕的咖啡伴侣是什么,喝咖啡应该加什么 最糟糕的咖啡伴侣 那么普遍来说,不管是健康的人,还是身体患有某种疾病的人 有一些咖啡的添加剂是很不好的 我们把它称为糟糕的咖啡伴侣 那第一个呢,就是奶精,又叫纸纸末,也叫咖啡伴侣 它是典型的加工食品 那像很多地方,公共场所,都免费提供咖啡,也包括奶精 很多人呢,也乐意享用 但是奶精的成分呢,就比较复杂 它最主要的成分是氢化植物油 它能提供奶精那种丝滑爽口的感觉 也就是椰子油,棕榈油,或者大豆油 经过氢化处理,变得更稳定,延长保存器 那氢化植物油呢,是反式脂肪,对身体是不好的 特别是那些本来心血管就不好的人 血脂高,胆固醇高,心脏不好的人,就比较危险,也容易增肥 那么现在呢,有不用氢化植物油的 但是它本质上还是加工食品 而且不用氢化植物油的话,成本就会高 想想,很多地方免费提供,它怎么会提供高质量的呢 另外一种成分呢,就是浓缩糖浆,或者人工甜味剂 用来遮盖咖啡的苦味 浓缩糖浆呢,是甜味的来源 但是呢,热量比较高,也就是卡路里比较高 还有就是人工色素也比较多 有的商家为了弥补这个缺点 推出了零卡路里的无热量的版本 它使用的就是人工甜味剂 最常见的呢,就是阿斯巴甜,三氯热糖,安塞蜜 那还有低热量的版本 比如说木糖醇,赤鲜糖醇,山梨醇 这几种糖醇呢,热量比糖要低 实际上,人工甜味剂或者带糖 它是有健康隐患的 比如说阿斯巴甜,就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质 长期食用是不好的 人工甜味剂看起来没有卡路里或者低卡路里 不含糖 所以很多人就推荐说 高血糖的人或者有糖尿病的人 可以使用它来代替蔗糖或者蜂蜜 那事实上呢,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因为有研究发现呢 人工甜味剂同样会干扰血糖的调节 增加胰岛素抵抗的可能 增加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呢 过多的使用人工甜味剂 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几率 所以这种低卡路里或者零卡路里的咖啡奶精 还是少用为好 除了咖啡奶精 很多碳酸饮料里头都加有这种人工甜味剂 所以商家宣传说没有热量或者低热量 它实际上对血糖高的人还是有很大的风险 对心血管疾病的人也不利 那很多研究显示呢 经常是用含有人工甜味剂的饮料或者食品呢 增加了中风、心脏病和总体死亡的几率 不仅如此呢 人工甜味剂还会破坏肠道细菌菌群之间微妙的平衡状态 导致肠道细菌的失调 诱发很多健康问题 比如说炎症啊 消化不良 减少有益的微生物 促进有害的微生物等等 但是呢 天然的甜味剂 比如说罗汉果糖或者甜菊糖 对肠道菌群呢 是有好的促进作用 另外一些成分呢 就是什么增酬剂、甜充剂、人工香菌、色素、防腐剂等等 这本身就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而且可能会引起消化问题或者炎症 那如果使用化学防腐剂 那对健康的影响就比较大 所以即使是健康的人 喝咖啡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加奶精 更不要说本身有各种疾病的人 那这一类的咖啡添加剂最好呢 是避免 那有的人可能反驳说 你那个加的成分在咖啡里头的数量是非常少的 能有多大影响 那这样说是不对的 因为这些成分它有一个累积效应 喝咖啡是个天长日久的事情 今年累月 那长期积累下来 它的效果就显现出来了 有的人本身有其他的健康问题 那么叠加在一起 很有可能就起到更坏的作用 或许呢 就是亚斯罗陀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第二类糟糕的咖啡伴侣是什么呢 就是油 那传统上的话 人们会在咖啡里头加少量的奶油 或者牛奶之类的东西 但是呢 近几年有一种新的趋势 就是有的人呢 会在咖啡里头加油 比如什么椰子油 棕绿油 MCTOil 也就是中链脂肪酸 或者黄油 甚至酥油 还有的人加橄榄油 那很多人认为这样会更健康 那还有的人是为了寻求咖啡 更加独特的风味 那不管怎么说吧 虽然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 这种做法值得考虑 咖啡里头的这些油 跟你饮食中的油一起 对健康的产生影响 那除了橄榄油啊 那其他的这些油呢 负面的影响大于带来的好处 特别是如果每天都喝咖啡 每天都添加这些油的话 那对身体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 人的代谢变慢了 血脂的状况逐渐下降了 那会在身体里头带来很多隐患 比如说像这个饱和脂肪 那什么椰子油 棕榈油 中联脂肪酸 黄油 酥油 那这些成分是损害动脉健康的 损害心血管系统的 那这些成分往往跟所谓的生酮饮食 或者防氮咖啡联系在一起 那有的人坚信生酮饮食 坚信防氮咖啡对身体有好处 那生酮饮食呢 是饱受诟病的方法 不靠谱的饮食方法 通过生酮饮食来寻求健康 那肯定是跑偏了 那之所以有人一直推动它 因为它是一个产业 它还有很多延伸出来的产品 我之前有一个视频 专门介绍过生酮饮食的七个缺点 有兴趣的呢 可以看一下 那以上列举的就是一些普通人 即使是健康的人 需要减少或者避免的咖啡添加剂 那即便是喝苦咖啡 也最好不要使用这些 还有的人呢 本身有某种疾病 那么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成分之外 那就需要有一些 额外要注意的事情 很多人本身有某种疾病 针对不同的疾病 咖啡伴侣的选择更要注意 肾病 有肾脏疾病的人呢 要非常注意 咖啡添加剂里面的 电解质的种类和含量 比如他们要尽可能的 避免某些植物奶 比如说什么椰奶啊 杏仁奶啊 虽然普遍来说 植物奶比乳制品要好一些 要健康一些 但是对有肾脏疾病的人来说不合适 因为甲和磷的含量太高了 另外呢 也要避免像什么牛奶啊 奶油这一类的乳制品 作为咖啡伴侣 乳制品里面 这些矿物的含量也比较高 同样的原因 像巧克力啊 或者可可粉 也要减少或者避免 否则呢 对于病情的控制没有好处 至于前面提到的奶精 那肯定是要坚决避免的 心脑血管疾病 包括心脏病 脑血管疾病 高血脂 高胆固醇 高肝油三脂 这一部分人呢 要避免和限制一些咖啡添加剂 首先要避免的就是 黄油 椰子油 棕榈油 那黄油实际上是牛奶加工而成的 它是动物脂肪 饱和脂肪 椰子油 棕榈油 那是植物提取的植物油脂 大部分是饱和脂肪 还含有少量的不饱和脂肪 但是以饱和脂肪为主 它们在常温之下凝固或者半凝固 这是饱和脂肪的一个特点 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 饱和脂肪呢 就是敌人 最好的做法是禁止 不要使用黄油 不要喝全脂牛奶 避免椰子油 棕榈油 如果使用乳制品的话 最好是低脂乳制品 低脂牛奶 酸奶 这一类的东西 第二类需要避免的呢 是糖 包括蔗糖 果糖 蜂蜜 人工代糖 那就不用再说了 有的人可能说 心脏病 高血脂 高胆固醇 跟糖有什么关系呢 又不是糖尿病 那这种错法是错的 因为有很多关系在里头 糖会直接转化成脂肪 转变成肝油三肢 对吧 它会升高 肝油三肢的水平 也会促进胆固醇的升高 那过多的糖呢 会促进高血糖 损害血管内壁 也就是血管内皮 促进动脉周较硬化的发生 所以心血管不好的人 一定要避免摄入过多的糖 它会加重病情 并且出现新的并发症 糖尿病 对高血糖或者糖尿病的人来说 仔细选择咖啡添加剂 对于控制血糖水平至关重要 如果选择一些常见的 含糖的咖啡伴侣 那肯定会导致血糖显著升高 破坏血糖的管理 所以应该限制或者避免一些咖啡添加剂 包括蔗糖 蜂蜜 浓缩糖浆 有一个常见的错误说法是 糖尿病人可以使用含有人工甜味剂的咖啡伴侣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 无糖不等于无碳水化合物 或者无卡路里 因为它可能含有少量的脂肪 卡路里或者其他添加剂 这些物质也会影响人的血糖或者促进胰岛素抵抗的发生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商家宣传它是无糖的 无卡路里的 就放心的无所顾忌来享用 前面说过了 人工甜味剂会对血糖产生干扰 会诱发很多的问题 像这个奶油或者炼乳 它本身就添加了大量的糖 所以它实际上 跟你使用糖的效果是一样的 对于高血糖或者糖尿病的人来说 尝试饮用黑咖啡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高血压 高血压的人呢 在选择咖啡伴侣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方面 就是什么呢 要避免含有钠的咖啡添加剂 那么有的咖啡添加有什么海盐呢 或者有咸味的东西在里头 那这个要限制 那么各种含糖的咖啡伴侣 那也要避免 因为糖虽然不会立即 对血压产生影响 但是持续的摄入 会破坏血压的控制 还有饱和脂肪也一样 所以说像这么一样 还有高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 这些咖啡添加剂 包括防氮咖啡啊 黄油啊 棕榈油 椰子油等等都要避免 那像含有人工氢化油的 这些奶精 更是要避免 对血压的控制是非常不好的 它会增加心脏的风险 所以要格外注意 那其实我自己而言呢 我比较喜欢简单的加工方式 我选择咖啡豆 然后自己来加工 最大的可能呢 保留咖啡豆原有的味道 那有的时候是黑咖啡 有的时候呢 在咖啡里头加低脂牛奶的奶泡 如果是黑咖啡 有的时候会搭配一点中式的糕点 糕点当然要选择天然食材加工的 我感觉这像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方式 那有的时候呢 我更喜欢喝茶 它跟咖啡是完全不同的 好了 关于咖啡伴侣的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希望每一个人呢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咖啡伴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转发和评论 有什么想法也请留言 打开小铃铛 有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关心的 谢谢收看 下次见 我先订阅一下 我先订阅一下 好